大家好,我是于飞小编 今天要做的是Hate 匹克球拍系列开箱 Hate除了大家熟知的网球拍 其实也是有生产 例如B球 以及美国很红的匹克球系列 Hate在2017年就首度推出匹克球拍 公司也在2020年开始引进 在桌面上我们总共有 十支不同的匹克球拍款式 那目前有三个系列 分别是右手边的Radical 中间的Gravity 以及最左边的Extreme 首先要介绍的是 在右边的Radical 2022年版本 总共有四支 分别是Radical Tour Code 和Radical Tour 以及Radical Elite和Radical Pro 它们的厚度都是在15mm 差异是它们的表面材质的不同 以及是否有做特殊的处理 那基本上这四支都有非常不错的力量 也相对比较有弹性 所以摸起来是比较粗糙 而这样特殊的处理 而这样特殊的处理也让它们有非常好的旋转 那这两支打起来其实相对手感是蛮接近 只是Tour Code的旋转力量稍微比较强 Radical Tour则是控制比较好 那另外Radical Elite和Radical Pro它们的重量都是在230g 表面都是玻璃纤维 那差别是右手边的Radical Pro它的旋转力量稍微比Elite更好一点 Ratical Elite其实非常适合刚接触的球友 刚打的同时又希望球拍和力量都不要太差 那Elite则是非常好的选择 那接下来的要介绍则是 二三年刚刚到货的Gravity系列和Extreme 首先要介绍是只有两个型号的Gravity Tour和Gravity Tour Lite 它们两个差别只有在重量 那剩下的科技和表面材质都是一样的 那Gravity Tour和Tour Lite表面是混合石墨烯以及玻璃纤维 那它也是有做特殊的处理 这个系列同时在力量旋转和手感都取得非常好的平衡 加上它比较宽的拍面 非常适合双打做防守以及救球 最后要介绍则是Extreme 那一样是分Tour、Tour Lite、Pro以及Elite四种 那这个系列也是相对三个系列最轻而且最薄的 首先Tour和Tour Lite也是重量差别只有在重量 那左手边的Tour Lite也是全系列商品最轻的 只有205克非常适合小朋友或者手部有伤以及女性求友做选择 三个 两个都是使用石墨烯材质 那也是有做特殊处理 也因为它们比较轻薄 所以挥起来非常容易 所以可以产生出非常好的旋转 那接下来的ELITE和PRO一样是 差别在PRO和比ELITE稍微有更好的力量和旋转 ELITE也是全系列商品 CP值最高 那非常适合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球拍运动的球友 非常好上手 总结来说 右边的RADICAL系列强调力量 而且因为比较厚的板身 让它发力时依然有非常不错的控制能力 那TOUR以及TOUR CODE因为表面有特殊的处理 有非常好的旋转 那TOUR CODE更是入选知名YouTuber Chris Olsen 影片中2022年最佳球拍的第三名 那中间的GRAVITY系列因为它有比较宽的拍形 使得它的填居比较大 极佳的手感 让它很容易打出丁克球 那也是同时兼具力量 手感旋转的全能球拍 最后Extreme系列则是强调控制 特殊的钻石拍形 让打低角度的球非常容易 因为它很轻薄容易挥袭 非常适合初学者做使用 另外它有超轻量版本 TOUR LIGHT只有205克 非常适合小朋友和女性球友做选择 最后希望大家都能挑到 适合自己的皮克球拍 有任何问题也欢迎私讯小编